上一集,我們參觀了清邁最大、最莊嚴的濕婆神寺廟 也見識了印度教濕婆法和其他泰國佛教的分別 今集,我們會帶大家去感受一下一個泰國非常罕見的報師活動 順便認識一位傳奇的師傅 他是連續獲得十五屆泰國拳王殊榮 愛好苦增的古班尼差 一集的廢祢 演唱或退學 本音詞 本音詞 甚麼來賊 喝一杯 喝一杯 看一杯 這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师傅准备出来了 他会在这里环绕一个圈受善信的祝福 刚才没买了一份贡物 等会看到我们怎样去做 一种大量的大量的大量 特别的小云 它们的大量的小云 这些东西是同时的小云 有点大量的大量 古巴尼差,外號虎曾,出家之前連續獲得十五屆泰國權王薯榮 十五年來他只是輸過三場 在1980年,他決定出家做和尚 根據隆坡術和隆坡沙懷、學法及製作性脈 古巴尼差為了對抗金三國一帶的毒品交易 特意在各一區建立了金馬子,收養了很多孤兒 也資助當地貧困的兒童 而且在寺廟中開設了泰拳學校 讓這班少年可以強身健體之外 還有一技之長,遠離毒品 因此金馬子亦被視為泰國的少林寺 在金三國一帶,絕少有人敢公然對抗毒販 但師父就極力教導村民、遠離毒品和毒品的和害 而且以佛法去感化那些吸毒的人 放棄毒品,阻止青少年接觸毒品 古巴尼差的功德,獲得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但同時亦引起了毒販門的仇事 更派殺手企圖暗殺師傅 據說,師傅當時正在睡覺 聽到有人開槍 但子彈沒有射出,那個聲音就吵醒了師傅 師傅最後以泰拳擊退那名殺手 師傅說,全因為佛祖的保佑,他才逃過大難 當地政府捐贈了很多馬匹給師傅 寺廟曾經有多達500匹的馬匹 但師傅把大部分的馬都轉贈給附近的村民和農夫 古巴尼差最初是以暴行作布施 後來村民希望減少他布施時的疲勞 於是就送了匹馬給他 從此之後,他就坐在馬上完成布施的活動 古巴尼差很喜歡自己的馬 把馬命名為壓拆糖 即是金色的馬 後來馬的名字也成為了寺廟的名字 大家可能認為騎駐馬布施是一件很舒服的事 但其實位處於山區,地面非常崎嶇不平 所以對僧侶的騎屬有非常高的要求 騎馬僧侶的形象在其他地方是不會有機會見到的 所以想見識師傅騎馬的英姿 千萬不要錯過來清邁的金馬子啦 今天到我了 其實師傅現在有邊手動不了 因為早前在海底開一個扶館時受傷 你會看到右邊受傷 好棒 阿澤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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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移動下來這邊 其實下面就是一個拳館位 他們很喜歡教小朋友 教小朋友在這裡打拳 下面就是這個去地設落的位置 另外也要介紹一下 騎馬師傅很喜歡製作各種 以動物為題材的奇特化器和性物 例如招材鳳爪 鎮宅小牛 因緣蛇皮 全部都有特色 功能主要都是招材 擋殺擋險防小人 而師傅的佛牌多數都是全手工製作的 所以產量不會很多 看對就要入手了 這個就是師傅做的貓陸葛 因為貓陸葛都很難 很多人工程的貓陸葛 都會令自己生意興隆 超財魅力 這個就是一個魅力的生物 有兩個碟 裡面有些人緣油 另外師傅就最喜歡開這些 有些人工程的生物 這個就是一個 猜猜是甚麼 這是甚麼 這是蟑螂 當然不是 是蟑螂的牙 為何會這麼小 其實是一隻野豬的牙 這裡的師傅很喜歡用天然的生物 去開一些聖禮 另外這個 猜猜是甚麼牙 這是老虎牙 帶了牙就勇氣生晚 有時有些人小聲聲 沒有甚麼權器 權力 就很適宜帶這些聖禮 大家看到了 這些就是老虎的毛 還有老虎生出來 之後小孩子的瓷帶 切出來 這些就是一些 都是剛才所說的 我們有惡象權力的 一些法相的性物 如果你覺得自己真的 權力不足 說話音聲細氣 或者我們叫做 男生女格的男生 都很適宜 攜帶一個老虎毛的性物 大好 是不住的 現在的山羊 是不住的 是不住的 我是不住的 是不住的 這是不住的 是不住的 我找到這間路上 這間路上 是不住的 是不住的 我找到這個人 在那裡 這間路上 是不住的 我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